好 回到第二節的QA 直接去問題 Jenkins Liu 雷 他講了很長的一段話 主要問兩個問題 他不明白為什麼 當他有些時候 輸出了檔案 PNG 不壓縮的時候 在一個非壓縮的情況下 為什麼file size 比Wall還大 第二個 輸出了做PNG 會否如 原窩一樣 我不是很明白 他就講了質素 是否可以出足 首先第一條問題 其實很簡單 大家都知道 摩爾文是怎麼來的 其實每個像素 在實際的sensor裡面 只是每一個像素 到最後 處理照片出來之後 為什麼每一個像素 會有三個像素 因為另外兩隻像素 是直接插進去的 所以就變成 你Wall file 就算現在說 14bit 一個pixel 但是當你插直插了三隻 每隻色 每隻色8bit的時候 其實已經變成14bit 每個像素 在沒有壓縮的情況下 你覺得 每個像素24bit大 還是每個像素14bit大 當然是24bit大 這就是你看到的情況 第二條 Joy答可能比較熟 是 如果你說用png的話 我是會少用png的 尤其是 JPG和png 是有兩個取向的 如果你的照片 是factor為主的話 我會建議你用png 因為通常我是一些 退地相 放上去 因為它有透明色的 JPG沒有透明色 如果你是graphic的話 png是好很多的 但如果當你的照片 尤其是你要保留原油質素的話 我會完全建議你用100%JPG 因為100%是完全沒有損耗的壓縮 png 所以factor也可以很大 對 雖然小過tif很多 但是png的話 其實它不是要你這樣用的 但是 但是 問題就是 我就當你JPG 或者甚至是tif 那跟RAW 是否一樣呢 如果100%的JPG 或者100%的tif 當然是可以保留RAW 你在那個設定裏面 最好的效果 但是 要理解一件事 其實RAW 它是不止一張照片的 它是例如 就好像包容闊 那張照片的色域 即是說 我等於一張HDR的照片 是一個RAW 我只不過是選定了 什麼特定的設定 來變成一張JPG 所以 其實 它的問題本身 也不是很正確 就是說 你JPG 是否可以包含RAW 沒有一個 format 是可以包含RAW的 因為RAW是一個曲線 我是想將它 加一些後面人為的因素 而變成一個特定的JPG 但是 反過來 應該會問 就是 假設我用一張最美的照片 用什麼format 好呢 問題是這樣問過 我就說 要是100%JPG 要是做TIFF 是 就不關PNG字的 是 就是這樣 OK 好 下一題 那麼 聽Matthew 那 Matthew聽了 是 那他現在呢 有810和 51.8G 那想買一支 比較廣的鏡頭 那有兩支選 一支Sigma 35 Arts 另外還有呢 Iris 的15mm 他們覺得哪支要呢 給我們意見 下面呢 他也有回答我們另外一位粉絲 不可以說粉絲 另外一位粉絲 另外一位粉絲 就說他主要是拍人像多的 是 那 一講到人像的話 我就已經篩選了這支Sigma 對 除非很長腳都要 再長腳 插穿個畫面出來 這樣 是啊 因為15mm的話 拍人像 除非你拍一些大Y-Shot 有些粒人那些 如果不是那個所謂 就是你真是個人是 即是跟正常接近一些的話 就35是最好的 是啊 35的啦 還有拍人的時候 35幾好用 那我自己給意見 除了這兩支 你有沒有考慮一些24或28mm 我覺得35 如果你本身有支50 其實35就好像貼近那些 即是好像 跟我的效果一樣 但不是的 35是某一個 我來講很神聖的 有很神聖的35 有很神聖的35 拍一些故事性的人 可能是對的 嗯 但是 都可以考慮歪多一點 因為我經常都說 你有得COP相比沒有得COP相 因為15其實就真的歪得一會 是 其實如果28、24 跳出了35和50個框 已經是另一個境界 可以慢慢進步 這個是再跳遠一點的 但可能我去擺放這兩支 其實是否價錢差不多 我打算 我會用比較多的錢去選擇 因為我老知 適合那支什麼價位 是不是中間那些沒有什麼貴的 這樣選擇 嗯 我真的不太懲錯 還有一些實際個人的經驗 之前我都會用 等自己學用一種焦距的鏡頭 是 就是特意我的手機 只要按一支定焦鏡頭 出去拍照 這些我早期都會做 是的 比如說我 我最初就按一支135 很容易拍 因為跟我們視覺其實差異很少 是的 到有一天 特意按一支28出去拍 我覺得很難拍 因為太多集聯的東西 來影響到 24更多 是的 拍照的視覺 那些東西可能要走到很近去拍 才能突出到主體 但是那個主體 變形就很弱酸 是的 如果你說到15去做同一件事的話 15就不會這樣做 就是你只是拍到一些大歪照 大頭狗 或者特意拍 是的 所以其實當它 因為我看到它們全部是玩定招 其實你就要說那支定招 你實際情況是拍攝什麼 因為其實我剛才只是說35和28都這麼大影響 35和15是完全兩回事 所以這個就真的要問自己是你拍攝什麼 好 下一題 Albert Lowe 問我們 那他就 他是用手動鏡的 那他有些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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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 可以扭手動鏡的時候 都能扭手動鏡呢 那兩樣 因為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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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無反 有有單反 是 那兩樣東西來的 單反 如果你高級一點的機 有些原因 有些 有些 原因在裡面 因為本人 老花加近視 這個是很影響 可能你們沒有 我有一點 我發現是有 是有需要光照的 都可以分開兩部機 來講的 就是兩款機 如果你說 Nikon 機 其實它 有 就是那個 Wheelfinder 其實有得調較少少 就是等你 屈光 等你會看得清楚 就不單止那樣東西 去到老花 有些解像度 分析能力 是有少不足夠的 其實 我也是偏向 Sony 放大 對焦 是可以100%重的 那你譬如 調回到 D-Serve 其實 重的機率要低 是 調回到 可能你現在D-Serve 可以有 Light View 加了放大 Light View 其實都可以100% 對焦 最主要 都是要Light View 但是 其實 單反 還有一個功能 就是 你選擇了對焦區 你 機器設定了 手動對焦 其實你可以 按住快門 按住對焦 你扭到 對焦區 準焦的時候 它都會出一個 波仔 告訴你 對 就是信一部機 這樣 這個可能 你可能要熟悉一些 機身功能 還有 可以買Video 那些Loop 就是 現在我裡面有三吋 鏡子 放大鏡 放大鏡 有些人 拍片的時候 就不信光學 反而 正常信電子 Light View 再加一個放大鏡 再加一個放大鏡 其實是很舒服的 看得 就算我沒有腦花 也好 不是很專業 有些人告訴你 是拍片的 才用Loop 因為由於 它的放大鏡 是放大三吋 三吋 沒有三吋 沒有三吋 不是 看看你的螢幕本身 對 然後那個Loop放大鏡 又少 你看的位置其實很大 所以螢幕很舒服 然後你做Kicking 就算有時候 還沒有 教Focus 好像高年教 整件事很輕鬆 所以那個Loop我都還在 好 下一題 Wing Hong Chang 上次我們回答了兩個Slog 的問題 這次他又問一個問題 就是 Photomatrix Photomatrix 是否可以在Capture One 用呢 是 因為現在那個 就可以全熟 是 是不可以的 當然 剛才 因為我本身不熟 Photomatrix 剛才我純粹很快地上網站 來看一看它的效果 其實 它是一個 主要是HDR的原件 是 是 是有些做一些很 surreal 的效果 例如說 人像是 好像 拍到好像 Wall Game 那樣的效果 嗯 如果你是去到這個層次的 執照的話 我覺得 這件事始終都要回到Photoshop 因為 它是一個 Plotin 給你 它有幾個大的方向 就是 我要做些 很 stunning 顏色很誇張的HDR 有一個是 只是做保留很多 紋理的HDR 有些是做反差很大的HDR 但其實 在每一張照片上 你都要做很多微調 才可以用到那個Photom 所以這件事 只會在Photoshop出現 嗯 但當然 如果我是 用Capture One的話 它都可以單純幫你做到HDR 但是 你說要好多 剛才說的Photomatrix 這麼小的效果 Capture One就做不到 所以 兩件事是分開的 即使我用Capture One 如果我想要用這些效果 我可以把它 解釋出來之後 才再用Photomatrix 來執照 嗯 這個就是我的答案 好 下一題 Simon Mereng 就問了 富士XE3 以及 Sony A6500 哪部拍片好些呢 拍片都是Sony 認真說 就是 我自己 因為 6500 我有朋友 我自己沒有玩過 但是我自己沒有 但是我有XE3 那我也覺得 嗯 我暫時 除非 除非你真的很喜歡 富士的成色 一定要用他的成色 去拍片 出來的 因為我不是很建議 用富士去拍片 有什麼問題 他對焦比較難 嗯 是的 這樣 好了 其實今個星期 還有少許問題 但是呢 我就有少許問題 我要走了 有些事情 要先走了 那少許問題 希望 我們下個星期再回答 大家 如果 很心急的話 真是不好意思 希望 不要搞到大家太多了 繼續 看我們下個星期 哈哈哈哈 因為過一個問題 下個星期回答會比較好 沒錯 下個星期再見 好